的公共議題論述會整平台 今天提案怎麼比較少啊 竟然有兩個空位 好 大家好 今天我要介紹的是 就是想要來去推動論證 這個公共議題論述的會整平台 那以下是我們的Slack討論頻道名稱 那之所以取名為論證 它其實是兩個詞 就是論點跟證據 目前我們看到就是 看新聞的這些政治人物 對於這些社會議題 他們的攻防其實都可以分為論點跟證據 舉例來說 就是像最近吵得很兇的是 國會改革這件事情 那可能有一派會認為說 就是國會改革違憲 然後呢 他會給一些理由嘛 就是說他認為可能會有擴權啊 等等之類的 那第一句 第一句話就是 認為國會改革違憲 這個其實就是論點 然後第二點的這個理由 其實就是證據 要來去支持他這一個論點 說的是證據 那兩者是缺一不可 就是你要形成一個 完整的一個論述的話 那一定得要有這兩點 不可能只有論點 或不可能只有你的這個證據 那反之就是另外一派 他同樣也適用於這一個道理 就是說他也要有他的論點跟證據 那也不只是國會改革 就是台灣有沒有缺點 這其實也是一個議題 那同樣也可以分成就是論點跟證據 然後也是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這樣子我們可以去推案出來說 就是他有 呃 可以 把他們在新聞上面 然後他們所做的這些陳述 然後可以去 陳列出來 然後變成是有 理由一 然後跟理由二 那他們也可以就是根據 對方的理由來做 來做反駁 以此類推 那這樣做的好處是說 我們可以focus在他的理由上面 那這個理由是否是有道理的 那根據的是可以參考這一個 就是大家可能比較熟知的 就是那個筆站的金字塔 所以呢 有理由他至少就已經是在前三 前三個等級了 那我們再去檢視說 他這一個理由是否是有回應到點 那這些都還需要再做事實查核 他的理由是不是真的符合事實 那才會成立 所以呢 就是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然後來去做 顏色的標記 然後甚至如果說 如果不符合事實 那可以 就直接把他 那個特別標記出來 那就代表說 他講的這一段話其實是不重要的 OK 那這個是我們的流程的架構 就是會有爬蟲 那爬去的資料來源是 傳統媒體或新媒體或自媒體 然後把它整理成在google sheet上面 然後再用checkt來去歸納論證 甚至一些 這些事實點或者是爭議點 然後再用視覺化的方式來去做呈現 那歡迎大家就是 因為我想要在發想的階段 那歡迎這個前後端 或者是說對這個議題感興趣的 一起來討論 謝謝